軍中舉光日的電視課程 昨天出現了古董級海獅潛艦出海的影像 而這也是軍方第一次公布現役老潛艦航海的畫面 軍中舉光日電視課程首次出現 拐勾邀海獅潛艦出海畫面 之前公視新聞採訪同為古董級潛艦的拐勾兩海豹軍艦 只能在岸邊靠泊時登舰拍攝 這是軍方史上首次公布超過70高齡老潛艦的出海畫面 最主要是海獅軍艦 它是去年104年度國軍的模範團體 我們都會去透過節目來介紹這些團體 這艘潛艦雖然它是以訓練為主 但是它還能夠執行部分的戰備 我想在世界其他的很多的國家 他們都是覺得不可思議的 他們在裝備保養維護愛惜方面 他們是接近心理在做 軍方也希望能早日有新潛艦 強化我國水下防衛戰力 不管是國艦國造潛艦國造 或者是我們能夠如期的採購到潛艦 我們也盼望美國能夠盡快的協助我們 能夠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潛艦 因為這對於我們海防的維護 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其他的自由民主的國家 能夠協助我們 能夠盡快的獲得潛艦 有資深軍事記者分析 軍方舉光日選在此時介紹古董潛艦 可能和潛艦國造議題有關 軍方在鋪陳潛艇的一個訊息 他都有他的用意在 就是說我是在宣示一個什麼東西 依照我們的經驗法則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所了解說 現在潛艦國造是有在突破了 有在進行的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 應該就是做一個宣示了 下任總統蔡英文日前再度強調 潛艦國造的決心 舉光日的潛艦專題報導 頗有呼應下任三軍統帥的 宣示意味 記者張雄 陳保羅 台北報導 了解說